字幕志愿者,大家好,歡迎收看第一集《Heart of Iron 4》 中文應該叫...什麼... 鋼鐵紅心 這個系列是Paradox Gaming 這間公司專推出一些Hardcore的 strategy game 如果你是十分喜歡戰棋、軍事上的遊戲 或者是一些征服的遊戲 可以留意一下 我不知道香港有多少人玩 我就下載了台灣的一個繁體模組 今集是第零集 其實不是第一集 會給一些新手介紹 因為這個遊戲對於普通人來說 都相當複雜 但只要你了解某些機制 就可以抓到它的趣味 我想一下這個系列 一集一些很簡單的新手教學之後 我會開始玩英聯邦 因為用這個國家會比較有趣 現在我們先開始 我們做這個 Tutorial 來到這個 Tutorial 很多人不知道這大堆東西 究竟是做什麼 今集我會花一點時間去講解 以及會有少許部署 在這個 Tutorial 裡面 我們扮演意大利王國 主要在當時1936年 1月1日的時候發生什麼 二戰的時候還未開始醞釀 但希特拉已經上場了 等一下可以給大家看看 這個得意志的第三國家 過了幾個月就開始入侵波蘭 就是這個二戰的開始 但是1936年的年頭 我想最多的注視在歐洲的戰局 就是意大利王國和埃塞俄比亞的入侵 埃塞俄比亞 現在對於香港人來說 埃塞俄比亞通常是那些書名會 很窮 小時候你媽媽說 你沒有東西吃 你看看非洲 大家一想起非洲沒有東西吃 就會想起埃塞俄比亞 以為整個非洲都是埃塞俄比亞 另外一個注視就是 西班牙的內戰開始醞釀 在這很簡單的Tutorial 我會跟大家 講解一下究竟有什麼的注意 以及這個遊戲大概怎樣玩 以及一些很基本的控制 如果你是老手 就不需要理會這個Tutorial 因為你應該知道 比我更加多 開始就是一些很簡單的控制 放大、縮小 這個就是地圖 大家可以看看香港 是這一粒的豆豉 廈門 就是這裏 澳門就是這裏 廣州 如果你玩英聯邦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裏有少少軍隊 至於夠不夠他就到時候 去到決定 我玩的時候 先給大家一個歷史的背景 當時共產黨還是十分微弱 佔據了這一帶 想不到現在變成真正的強國 當時的中華民國還蠻廢 很快日本帝國就在東北一區開始入侵 我們先講回歐洲 我們遲些再講 這個Tutorial 就會講解一下基本 有些Tutorial都沒有講 我就會給大家一些 對這個遊戲完全不了解的人 可以知道究竟這個運作如何 第一件事 他說要生產19座工廠 20座民用 19座的軍用工廠 要投入生產 還有11個海軍船奧 要投入生產 還有設定國家方針 這些KK卡 研究科技 很複雜 很簡單 首先 如果大家想了解這個遊戲 第一件事 就要看一看頭頂這幾多東西 和這幾多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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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很多東西 首先 國家凝聚力是什麼 有65% 然後 他說基值是60% 然後有一個 埃馬龍 什麼鬼三世 如果那些君主是民望高 他會加一個凝聚力 這個國家凝聚力 就是 你的國家被人佔據了多少% 才會被人完全吞拼 你看法國這些 就很會死低 30%左右 怎麼看 你會看到 30% 機值有40% 但是政府不穩定 再減10% 因為那個國家的激進黨 是比較支持度高 如果你的國家 兩個黨派 譬如當時的共產黨 剛剛崛起 很多國家都有共產黨 如果兩個黨派太多爭拗 就會覺得國家不穩定 即是說 你很快就會被人倒閉 因為自己都不穩 西班牙有一個好的例子 國家的凝聚力也有50% 竟然比法國還高 你看到法西斯主義和左翼的共和國 陷入分裂的邊緣 當然 如果根據事實 時就會開始內戰 告訴大家 這個凝聚力是什麼 每塊地圖 每塊地圖都會有一個點數 就是說 所有國家擁有的領土 如果點數超過某個百分比 你的國家就會被人吞併了 譬如意大利王國 你看到這裡 如果大家看到點數 就是1點 就是說如果佔了這個地方 你只能夠獲得1點的點數 因為這個不是那麼重要的城市 你看到原點的話 可能就比較重要 所以這個就佔20點 如果你看到英國的形勢 他們的國家的凝聚力是極高的 75% 其實是60% 那時候的國王 佐治、五世、George 第五位 他比較受國民的外帶 所以就加了15% bonus 最主要是他的保守黨佔了國會97% 所以打英國是十分難的 如果我們做英國的時候 防守都要比較強悍 就是因為 德國要入侵了我們國土90% 才有機會把我們推倒 我們回到意大利 這個意大利王國 另外一個注意 就是現在這些軍隊 你看到好像有一個順風的交叉 其實你可以在這裡設定 遊戲選項 圖像 OK Sorry 如果你是使用北約的圖案 你就會用北約的一些標準的軍事圖案 大家知道北約有些軍事 訂立了一些軍事標準 由子彈的口徑 到這些 你去軍校訓練的時候 用什麼的圖像代表什麼的意思 都可以在這裡 當然 如果你看不習慣的話 你都可以這樣 大家就會容易看 這一個 譬如這個有頂帽 即是士兵 有山 即是熟集山頭的士兵 但是我就會用 這個北約的圖案 好像懶惰一點 OK 你看到如果有一個順風的交叉 即是步兵 你看到船就是有船 如果你是敵方的話 就是一個紅色的交叉 好 介紹這些 第二個就是政治點數 就是Polical Power 如果你要提供一些人 你如何打開這個 譬如我們現在的手上 就是Missolini 這是一個法西斯主義的創辦人 大家知道法西斯主義 大家不知道是什麼 總之覺得他不是好東西 我不在這裡詳細說一些歷史 這個人就是當時意大利的獨裁者 如果你想提供一些政治顧問 或者增加你的研究 或者生產 分法律與政府 研究與生產 還提供一些將軍 那你就需要用一些政治點數 譬如我現在想增加一個顧問 但是他有很多人讓我選擇 加入我的內閣 但是他們的點數是150點 那你就要等這裡增加之後 才可以用 即是現在什麼都做不到 簡單來說 這個就是人力 即是你有多少man power可以征兵 你看到全部人力是有1.03m 當然人口就不止 就是你打仗的時候可以動用多少人力 你最盡 你知道打仗 現在香港那些 港獨那些 其實十分之幼稚 他都不知道究竟這個世界如何運作 如果你要跟人開胎 首先你除了有士兵要救人之外 你要生產武器 你需要原材料 你需要盟友去輸送給你 送到來的原材料 你國家有沒有這樣的能力 生產 有沒有這樣的技術 有沒有這樣的土地 還有 在中途你運來的時候 交易的時候 會不會被你的敵人在中間截了 這個遊戲 大家可以詳細看得到 好了 現在我們開始了 第一件事 他說要研究四個科技 科技是甚麼 大家按這裡研發就知道 簡單來說 你可以分 支援兵 裝甲 炮兵 陸戰 海軍 飛空軍 以及工程 去設定 你可以有甚麼生產 如果科技太過落後 可能人家已經在用二戰科技的軍隊 但你還是在用一戰科技的軍隊 就算你有人家十倍的兵力 你都可能會輸 因為你的炮還是 你的槍還是用單發 Ball action 但人家已經有機關槍 在這樣的時候 我通常都會研究一下電機工程學 這些是最基本的科研 現在我們就搞幾個 工業要生產 研究時間需要141天 生產效率會增加10% 我們來科研 另外 提煉技術 因為我們需要一些石油 最後這些未能搞得到 可能我們會研究一下 這個 決戰計劃 最大 這個tutorial不要緊 就是告訴大家 在哪裏研究 這個要求就滿足了 接著就要設定一個國家的方針 甚麼叫國家方針 就是國家向著哪一個方針發展 一共有七至八個的強國 即是強大國家 有自己獨立的TechTree 可以根據它的歷史 去訂立國家的方針 但如果你玩一些所謂的 minor power 即是沒有那麼厲害的國家 譬如中國 即是西藏 什麼伊拉克 這些 就沒有一些自己獨立的TechTree 即是沒有specific 即是你研究坦克 都是一些很普通的坦克 不能研究 英國就是 Cornwell 如果美國就是Shermon 所以現在我們就 要自個方針 這個自個方針 根據史實 意大利準備吞併 埃塞比亞 所以有一條線 就是這個補給線 它就會告訴你70天完成 就會有甚麼效果 原來在那裏會加上 兩個基礎的設施 總之目的就是 堆壞別人 我們不仔細看 大家自己的tutorial 因為我不想這個tutorial太長 我們又完成了這個自個方針 它完成了之後 你要繼續去想 譬如 究竟是不是 陸軍優先 正海軍優先 根據你自己當時的國家的形勢 以及你自己決定攻哪一個地方 或者是防守 或者是 阻止別人入侵 到時就自己去到決定 好 完成了這個自個方針之後 我們現在開始要投入生產 打仗就要生產 生產就要看看你國家 究竟有多少土地和工廠 你點擊那塊地 它會看到有很多的 很多的資料 可能你未必知道 我簡單講講 首先 這個地區持有者 究竟現在這個地區是由甚麼控制 當然意大利就是我們控制 他國主張 究竟有沒有其他人 認為那塊地不是你的 如果有其他主張 很大可能 他有足夠兵力就會打你 舉個例子 譬如我們回到我們 中國 就香港 對香港 你去的時候 實際持有者 就是英國 大英帝國 英聯邦 但實際上 中華民國認為他擁有香港 當然歷史上他們沒有互打 因為很快 日本已經佔據了廣州一帶 就是圍住了香港 然後你還會發現他國主張 日本也認為他應該擁有香港 大概是認識到 但如果對一些 譬如倫敦 應該都沒有他國主張 說他應該擁有倫敦 我們先回到意大利 你按下去那塊地區 也告訴你那裡的人口有多少 譬如這裡的地方 阿布露了 一共有298萬的人口 這裡就說已經有一間民用的工廠 可以多一、二、三、四、五 多五間的工廠 你可以決定究竟是民用還是軍用 民用主要是生產一些日常用品 還有你做交易的時候 譬如交易石油、橡膠的時候 就需要用民用的工廠 軍用的工廠主要當然是生產武器 譬如步兵、步槍 如果是海岸的時候 當然是生產這艘船 首先我們現在已經有足夠的工廠 不需要再製造新的工廠 但是我們要讓工廠生產的東西 我們就要按下去 這堆提示 告訴你現在發展什麼 譬如這個告訴你開戰 按下去的時候就會看到 我們有沒有參戰的盟友 他有沒有參戰的盟友 我們的兵力究竟是多少 他的兵力究竟是多少 現在我們選擇吞併其他國家 這個5050 即是因為現在停止了 未開戰 一開始打的時候 大家就會看到究竟他們怎樣打 好 現在我們就要生產 他說有些限制的民用工廠 即是說現在這些東西是沒有東西做的 我們就要找些東西做 譬如有些什麼可以做 你可以生產一些基礎的設施 譬如你生產一些鐵路 令到我們的軍隊的移動速度好 就像現在大陸那些一路一帶 表面上一個經濟活動 但是一個不小心 他就可以轉變為軍事的用途 即是說將來如果中國打去歐洲 大家覺得很匪夷所思 但是以前是發生過的 譬如是兇奴那樣 他真的進去了歐洲 如果你建好鐵路 他運兵就更加快 所以同樣道理 如果你在國內建設多些基礎的設施 或者你侵略了別人 在別人建設多些基礎設施的時候 你運兵移動的軍隊的速度就更加快 但我們這次主要可以生產一下這些民用工廠 我們不需要生產民用工廠 我們需要交易一下 如果你按貿易 首先這個剛才說的研發 看了 外交就是你跟世界各地的 不同國家的關係究竟是如何 很明顯我們 以大利是法西斯主義 即是一個極權主義 就應該跟德國那些俗心國是比較好 跟共產都不太好 跟自由國家 英國、美國都不太好 你看到我們見匈牙利是很好的 這些不知什麼非洲國家 我們看歐洲 歐洲有誰好 歐洲 歐洲、匈牙利 德國都很好 其他都基本上跟我們對著乾 北美就更加不用說 北美呢 北美應該每個人都不友好 或者你可以用政治主義、主張去分 比如我們民主主義 全部信奉民主的國家都跟我們不友好 信奉共產主義都跟我們不友好 但信奉法西斯主義的 就跟我們全部都友好 中立那些大部分都不友好 中立其實都 中立的人都不喜歡你霸道 大家明白這個表究竟是怎樣 然後就去到膠液 膠液一共在遊戲中有六種原材料 增加煲 石油、鋁杖、鉸、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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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鋼、鋼 你會見到我們自己本土可以生產什麼 還有我們有什麼都是需要 但我們生產不到 就要進口 例子 我們打仗做 ready 就要石油 但是我們自己本身又沒有에도 ningún poder 你又沒有進口石油 所以你要生產 才可以出口 所以沒有生產抗沒有可能出口 所以我們就要看看有什麼朋友出口 蘇聯雖然不太朋友,但他都願意給我們石油 他說可以最盡出208的石油 我們最多只能買96點 因為我們民用的工廠不夠 我們跟他買56 一開始就會發現我們進口56的石油 就會有56的盈餘 就算有時候你自己生產足夠,也未必足夠 也要進口 或者你生產得太多,就可以出口賺錢 以及拿一些政治實力 橡膠也是不夠 我們又要跟英屬的馬來西亞最多 因為不太朋友,最多買40,我們又再買一些 污這些也要買一些 跟葡萄牙比較朋友 買16,鋼鐵又太多 跟土耳其買一下 大家要記住,買還買 太多了,不可以用太多工廠 應該爆了 因為我們用了的時候,可以投入生產的只剩下9間 剛才說什麼 就算你買了,如果你交易那個地方 因為他要運一些貨船 你會看到 如果你按F2或者海 F1就是基本的展示給你看 如果你按M,只會顯示自己的軍隊 不能顯示別人 如果你按M,就會顯示所有軍隊 如果按F2,就是海軍的地圖 可以看到整個世界的航線 例如你看到意大利有航線 去不同的地方 包括軍隊和貿易 你如果跟某些國家開戰的時候 他可以中途打劫你運油 運物資的補給船 你需要派一些軍艦去護航 否則被人搶走 你給了錢就收不到貨 按F3,就是你的空軍 你看看自己有沒有空軍的優勢 這個之後再解釋 我們最後要生產一些東西 我們就生產一間兵工廠 我們選一個地方 選一個地方 這裡只能配置一間 我們就開始了 開始生產 因為我們已經沒有民用生產 我們去了買石油和其他東西 總之就滿足這個 本來是18 我們買了油之後減到9 現在我們只要建一間 開始用民用的工廠 去生產一些軍用的工廠 完了這個之後 Nexy就是生產 生產什麼呢 包括步兵 裝甲兵 飛機 或者船 現在是限制的軍用工廠 因為現在我們沒有建造工廠 我們看看 究竟我們需要建造什麼 我們隨便建造工廠 應該有些東西被關掉了 好 譬如我們建造一些步兵 加進來 加進來之後 它就會說 需求有多少 現在要多久才能生產 因為只有一間工廠生產 但你可以提供30間工廠給它生產 現在我們提供15間 我現在提供5間工廠給它 它說 我們推薦生產炮兵 支援和什麼 不懂得讀 這個class的驅逐籃 我們聽它說 生產支援兵 又提供5間工廠給它 再生產炮兵 又提供5間工廠給它 你看到已經不夠污 因為你生產這一隻 Field Gun 需要很多的污 也需要很多的鋼 生產完這些步兵之後 我們生產空軍 空軍就會生產這隻BA-65戰機 近距離的空中支援機 我們又給5間工廠在身上 最後就是船 這隻class 你看到需要石油 就提供5間的船廠給它 你看到有些箭嘴 究竟哪一個有優惠 即是哪一個生產 我們先交叉這個 這個不需要 即是它先生產支援裝備 然後加龍炮 之後就是空軍支援機 最後就是這隻船 先看看 蓋兩架 OK 好 你看到15間裡面有19間 投入生產 已經剩下了 最後就要 它說要有11個的船 投入生產 我們要再加 再蓋多幾架船 其實也不好 在這裡 在這裡 再加多幾架 對 再加多幾架 這是一個DEMO 也滿足了這項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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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然後它說一支的軍隊在對列部署 好了 現在我們要提供一些軍隊 其實這個Tutorial已經太久了 不如我們斬開兩節 現在都23分鐘 先介紹這幾個Tutorial 這個就是你可以訓練一些士兵 這個就是步兵 這個就是軍團 這個就是行山兵 這個就是普通步兵 這個裝甲部隊 我們訓練一隊 在哪一隊訓練呢 譬如我們想在這裡加一隊 可不可以加一隊 預設位置 是加不到的 一定要綠色才行 我們就在這裡 輪巴底 OK 那就... 訓練三隊 你們也可以添加隊伍 就是... 你把它分開成三個C團 都可以 在這裡就是訓練人 打仗就需要大量的Manpower 它會提醒你 行用軍用 應該沒有行用 給他多一些事情去做 最後就是後勤 即是現在你... 你怎樣知道你要生產什麼呢 它會告訴你 在這一個就是差什麼的 生產線現在究竟效率是多高 那你透過科技樹 就可以增加生產效率 譬如我們剛才研發這個工程學 sorry 這個機械工程 就可以... 將效率的上限再提升10% 另外再給大家看一下陸軍 這三個陸軍 就是陸軍 海軍和空軍 告訴你 究竟現在你手上有多少的兵力 譬如現在我們有29支步兵營 有5支山地營 有3支輕營的戰車 即是Light Armour 以及2支騎兵 一戰和二戰之間 還是... 那時候大家玩One of Time 都知道 或者玩Battlefield 那時候剛剛才轉型 Machinized的部隊 所以... 還有很多行山 特別是崎嶇的路 都是用騎兵去增加速度 海兵我們現在有2隻主力艦 8艦巡洋艦 11艦輕巡洋艦 80艦驅逐艦 以及51艦潛艇 而空軍部隊方面 我們有48艦CS戰機 300艦戰鬥機 72艦海軍軍炸機 即是可以在... 如果你是航空母艦可以升降 或者是在水面上升降 沒有重型戰機 28...288艦戰術軍炸機 0艦戰略軍炸機 以及0艦運輸機 那應該都介紹了 暫時最主要的 command 都介紹了 我們下個 tutorial 開始 第二次會說怎樣編排軍隊 以及怎樣砍人 以及怎樣設立一些 offensive 和 defensive line 你的 front line 究竟是怎樣 很明顯我們這次做惡忍 準備去侵佔非洲的埃塞俄比亞國家 當時他們還很有錢 不要以為他們像現在這樣窺 我們下集見吧 拜拜 致論